黃透昌先講 必延壓 國人延壓 誰負責賴清德 這就是一條龍 政治操作嘛 延壓跟延長什麼關係 反正沒有國民黨的事 跟國民黨絕對無關 我先保證 跟國民黨絕對無關 對不對 不是國民黨害的 明明就是國民黨的 把鍾小平去提告 跟國民黨沒關係 那是英議員的職責去揭發弊案而已 第一個發動的是你們的黃斌 你們的黃斌開始攻擊了 有所謂就攻擊 然後鍾小平都下去 還有呢 外面在傳說什麼 說柯文哲 柯文哲 你自認為當了十年的政治人物 你很厲害 有人說 如果在政治上你叫潘仔 叫彥頭 勇哥 你可以當了八年的市長 就了不起到可以欺負國民黨 把國民黨甩攏於五五五掌之中 一否要跟人家合 一否不合 然後呢 到了軍隊飯店 你都簽了協議書說藍白合 出來又不算 你當作什麼 你當作煩你 國民黨本來有一個大冬家 煩你是國民黨開的 對啊 你空空喔你 所以現在外面有這麼個聲音 在笑柯文哲說 他說政治盤 不知道說國民黨這麼厲害 你看 郝龍斌 攻下去 游淑慧 攻下去 鍾小平 攻下去 那事情就出來了 打柯文哲的是國民黨 受害的變賴清德 他要來扛著 真奇怪 黃國尚是怎樣 他是有神功 他就看到背後 鍾小平 游淑慧 郝龍斌背後的指使者 是賴清德嗎 這很好笑 但我要講的是說 玩弄國民黨的是柯文哲 不是民進黨啊 游淑慧 鍾小平跟朱立文 原來在唱黑白臉的游淑 我再講一遍 當時在總統選舉 玩弄國民黨與鼓掌之中的人 是叫做柯文哲 從來不是民進黨 所以把國民黨完成這樣一團亂 玩到侯友誼 後來不知道要怎麼 連講話都難講的時候 不就是柯文哲嗎 所以國民黨會沒事嗎 真的沒事嗎 我就補充一句 我補充一小段話就好 等於說不管是淑慧姐 還是小平輸 他們只是基於台北 真的要叫輸 小平輸 年紀要當我輸都沒問題 當我發也沒問題 我說實在 等於說這些事情 他們只是基於台北市議員 揭蔽的職責 所以跟著今天炎壓 跟國民黨從來沒有無關 他也是針對市政去回應 因為他先咬他 那回過頭來說 這件事情我覺得國民黨 要去思考的時候 不是我們國民黨立場 因為國民黨立場 就對好人好一點 對壞人壞一點 但還是呼籲所有黨員 去思考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所有的案件 往回推一年的話 選舉大選會不會改變 我覺得我們黨員 要去思考這件事情就好了 對 那肯定改變 不過勇哥 我要因為剛剛講到說 誰最希望柯文哲繼續被押 我反過來問 真正很希望柯文哲 不會被押出來的 真的只有柯家人跟他老婆 其他的我保留 我為什麼說保留 十二月他們要改組 第一名一定是黃國昌 對啦 你知道為什麼 我解釋給觀眾朋友聽 因為他們即將面臨權力改組 以前柯文在的時候 其實都是他決定 誰當中央委員 誰當什麼都是柯文哲決定 第一次柯文哲沒有辦法決定 他要怎麼決定 難道他叫律師出來講嗎 沒辦法決定 律師不敢出來講這個 對啊 不能嘛 就洩密 還是他約要 這個做動作 如果摸右邊 那表示是黃國昌 摸左邊是黃珊珊 然後吐中間是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次沒有柯文哲影響 這個黨內的權力結構 這其他這些人 當然就有有機可蹭 為什麼這很重要 我跟你講 尤其黃國昌也好 黃珊珊也好 這些人都很重要 為什麼 第一個 這個權力改組牽涉到什麼 來他們這幾個立委 會不會繼續當 還是兩年就要下來了 新的權力結構決定嘛 對不對 那新的權力結構 如果是黃珊或黃國昌 當然繼續再做兩年 對不對 第二個他可以決定什麼 決定未來他們黨中央 甚至黨團的人事權嘛 你看這個什麼戰狼夫婦 還不是就靠著現在 如果是蔡壁如回去 會繼續用他們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兩個人一個月領三十萬 對啊 所以你看 又可以去指派人事 第三個還有選舉補助 政黨補助款可以用 一年一萬一億多 一億一點六億 所以這三個因素 我跟你講啦 除了柯媽媽 他真的希望我兒子趕出來 其他人我才不覺得 他們有這個期待 到底誰最希望柯文哲 繼續在裡面 不要出來 大家的共識不都是黃國昌嗎 黃國昌的過程 他如果真的真的讓他拿到民眾黨的話 很勵志 很勵志 時代力量的離職員工 加入了這個民眾黨 從民眾黨的 又當他民眾黨的部分去立法委員 從民眾黨部分去立法委員 又成功的併購了民眾黨 你看這過程有沒有很勵志 超勵志 所以很勵志 然後對黃國昌來講 你看現在他最大籌碼 就是現在因為媒體披露 是說有將近一萬的這個民眾黨 新的黨員 是因為黃國昌去的 然後按照今天 我們看到資料裡面 大概兩萬多的黨員裡面 黃國昌一萬多 將近一萬的黨員是他的 所以等於說十二月 七號的黨代表要選出九個中央委員 你現在看他能夠上幾期 那他一萬多個黨費呢 黨費誰角度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對啊 民意上應該是自己講的 我覺得這個這個方案 就是在抵制黃國昌的 就是我我我不要再請這樣三個月 就是在抵制黃國昌 反制 對 反制他 因為他現在 這是東宮在反制 對 沒有錯 就是這個所謂的反黃國 現在只有兩派 黃國昌派 他已經反黃國昌派嘛 那你黃國昌如果這樣一選的話 黃國昌的聲望是這個 因為他在這個 柯文哲還沒有進去的時候 他這個直播的聲量 黃國昌就已經贏過柯文哲了 所以這如果再播 加上他在立院黨團總召的 這個位置的話 他一般來看他的勝選是很大的 因為蔡壁魯沒有中央委員的職務 他還有中央委員職務 所以蔡壁魯要選贏他 蠻困難的啦 而且他現在又在 又在邊緣 所以提這個案子 一定就是在擋黃國昌的 而且依照這個規則 的確啊 主席可以請假六個月嘛 所以剛好很好啊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奇怪 每個人都會做夢 那個 敏鳳很會做夢 我做夢是夢見那個 他們柯文哲還在 為什麼會夢見柯文哲啊 對齁 我夢到漢柯在開會 他們夫妻都做夢 敏鳳是都做夢夢到 喝紅酒 請那個詢問 檢方在詢問人問他 營運計畫怎麼會 明明比別人好 為什麼沒有得表 為什麼是別人得標 我的營運計畫比較好 結果我沒有得標 對 營運計畫很差 他得標 檢察官還幫他們看營運計畫 多認真 檢察官都來看營運計畫 對 哇 你都夢到這個 這個 對 總統都這麼認真 所以換句話講 我還是一句話 那接下來分分離析的結果是什麼 怎麼來預測 就在那之前 你一定還是先要有個程序 所以那個程序 就是我們剛剛講 先把派系要先列出來 所以黃國昌的 蔡壁如其實地方的黨員也不少 他們柯家居也不少 所以至少只有這三派 蔡壁如的實力怎樣 我覺得是這樣的 最大派系還是柯媽媽 那另外就是說 新入黨的這些 今年才入黨的小草 到底裡面的結構成分是什麼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是柯粉 有些是蔥粉 有些甚至是韓粉 所以這些小草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完全的掌握 我打一個大問號 組織系統最強 反而是親民黨系統的黃珊珊系統 因為整個林國城也好 在整個選戰過程裡面 都是林國城在處理組織系統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說這三大派系 未來會怎樣 我覺得還有待觀察 好 所以柯媽媽 她會決定民眾黨的未來 哇 這個也麻煩 柯媽媽竟然決定民眾黨的未來 如果按照 按照義善的講法 那就是慈禧太后在決定囉 是這樣嗎 不知道 不過一個颱風 蔣萬安被罵翻了 我們來看個相關報導 工人拿著電鋸 處理倒塌大樹 蔣萬安站在一旁仔細監工 週五下午市場特別增加行程 當場掛保證 會讓市隆盡速恢復 主持要看到基本上 其實都已經恢復 我剛剛幾個大的路段都尋過了 不管是仁愛路 包括東化北路等 那剩下像巷弄這邊 大型的樹木倒塌 我們基本上現在即刻的拔牌 承諾24小時內完成 蔣萬安會這麼積極 似乎就因為臉書一早就被洗版 大批市民質疑 市區許多重要道路 樹倒災情慘重 卻來不及善後 是要怎麼上班 還貼出各種災情照片 就連大可掃模型都被吹到路上 認為應該放復原架 連文山區的里長都忍不住開嗆 我們從昨晚通報的案件 到現在有一大半都還沒有處理 那又有非常多新的案件出現 被營利幼兒園的門口的上方 就橫著一棵樹 那小朋友進出 隨時都會有這個掉落物 被砸到的風險 這樣的狀態 要怎麼讓我們的市民可以安心呢 里長秀出當地幼稚園和街道的慘況 要市長好好想一想 但網友還發現 雙北市長布月兒童 從7月的凱米颱風開始 只要隔天停班停課 就會附上自己的照片 提醒市民注意安全 但如果正常上班上課 不但沒有放照片 還會刻意住民室 根據中央氣象署資訊 有些人都還蠻喜歡為自己做宣傳的 就重大的決定是他們的功勞這樣子 民眾調侃 凸卡不同 別有用心 只是講萬安的臉書 這回一宣布不放假後 不到一天 吸引超過一萬則留言 其中有近七成都是罵聲 所以我們看到了 沒有人力 沒有魄力 講萬安